為何要找秋生? 我覺得很適合 因為她演過很多作品 但很多作品都會強調她很強勢的一面 我們觀察覺得她是一個挺幽默 然後又挺友善的人 我覺得我寫的角色是一個友善加友善的人 外表可能比較粗魯 如果我們這次邀請過秋生歌 她演一個真人擁有特質的角色 我抽離一點點 我覺得觀眾一定很想看她這樣演 但我真的跟自己說 這個劇本是人家寫的 她是導演 新導演 然後我不知道那時候剪接也是她搞的 我覺得整件事是她才最清楚 我去到就不要那麼多激吉 雖然她覺得我很多激吉 但我已經是沒有什麼激吉 盡量就聽她說 真是的 唯一是這樣 因為整件事她才是最清楚 你一個演員是要幫導演的情驗 究竟要怎樣 你告訴我 都是說你想怎樣 我做給你看 你想怎樣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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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整個故事的訊息 其實是任何人 在任何處境或任何人生的不同階段 其實都可以去爭取一些美好的事情 你可以繼續追求一些東西 即是夢想也好 關係也好 這是一個我主要想帶出的東西 所以不會只是菲律賓觀眾看完才有感覺 即不是想做到這個效果 美學裡面有一個說法 就是當一個作品不是單一層面的 比較多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好的作品 即是好像畢加索的立體派 你用你這樣 很多角度 這個叫做好的作品 其實就是那場 就是那場 最重要的那場 對不起 爸爸 害你了 你害我了 我只是一下叉而已 沒事 爸爸 別用了 你一向讀書得這麼好 否則我弄成這樣 影響你心情 不關你事 人生處處留遺憾 真的 不是 你太完美了 我告訴你 如果那個鏡頭留下 你拿不到那麼多獎 這部電影是死的 真的 你相信這些東西 我很相信這些東西 一部電影拍了他的 你不知道拍了他的那部電影 那張卡 在我們backup的時候才發現壞了 錄是沒問題的 但backup不了 我們不敢跟他說 我們打算搶救幾天 最後差不多兩天 死死地 翔星哥 我們加多一天 要補小姐的東西 補什麼 你跟兒子 他說那段 他們還回來了 真的很感動 因為他第一次看已經很好看 你怎麼看 你什麼夢想呢 你有鬼尖嗎 你發現一個 有鬼尖 其實我們都說了 我們真的沒什麼錢 他說沒所謂 其實就是 當幫忙 之後有得分才算 我看你這麼有尖 就完成你的尖 基本上真的是第一次 答應 是的 我們最想現在是 在票房家 可以付錢 秋新哥 那又不是只有這件事 有一個很重要的 除了你現在拿獎的名字 會有人注視之外 如果你這部電影還說 這樣賺錢的話 你下一部就很容易拍 就有很多老闆給你拍 那你唯有接下來的路不太順 現在最… 最近最堅強的 就是想寫的一個關於性侵的故事 劉德華做性侵不正 你發達了 我告訴你 如果他肯做 他被人性侵 真的不得了 湧著來做 我自戰我性侵他 哇更加飽了 他性侵我還不錯 想不到